大人请用茶 来 小川 你看看 这左公子的文章 还真不错啊 说实话 我从来没看过他的文章 还好昨夜没聊到这儿 聊到这儿 我都不知该怎么接呢 小川 过来 昨夜小川说的话甚得我心 所以大人我决定奖赏你 亲自为你喝茶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 你 真不想去吗 小的对大人是忠心耿耿 昨日所说便是心里所想 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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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川你看 这茶叶漂浮在水面上 看似能临驾于水之上 其实不然 水能在茶 亦能复茶 茶叶须安分守己 不能忘却水的承载之恩 大人 我 大人 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说 之前大人一直说要送我一幅画 画完了吗 这种占便宜的事 就属你记得最轻 怎么了 大人 你看我干什么 真受不了你 大人我已经很久没画画了 你都答应我多久了 这让我脑子不好要失望去了 我说了 大人扪心久化 别爱你都答应我了 我说了大人我没心情化 大人说大人没心情化 你看 小川也说了 大人我没心情化 我 我 我怎么了 你就这样莫名其妙 对人家发脾气 行了 行了 你先回去 改日 我一定作副好画给你 好吧 乖 傅九云 你以为我有心情伺候你啊 真是自大又浮夸的仙人 九云 嗯 自从那臭丫鬟来了这府上之后 你就对我爱大不理 还莫名其妙对我发脾气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不舒服就喝酒 一醉解千愁 我听说 昨天晚上左公子来咱们府了 他来干吗呀 他来 他来是要我们的小川 去做他的侍女 就那又傻又臭的土丫鬟 还这么枪手啊 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 我怎么想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该忙忙你的去 你有凶啊 小川啊 你若真放下了 又何必着急 避开你那眼眸的豆豆疙瘩 有没有 小川啊 你若真想去左公子那里 你拿到喔 感谢观看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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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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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 本大人这里不缺丫鬟 既然左公子那里缺 你就去吧 行 心没来了 干嘛呀 九云 吓唐我了 你这大碗找我突然干嘛呀 找你能干嘛 喝酒呗 昨天晚上不是刚喝过吗 而且再说了 现在都什么时辰了 大碗呢 喝什么喝呀 去 去 去 睡觉 你眉山俊也有不喝酒的时候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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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真不喝 你今天就是弄死我 我也不喝 喝 一醉 放休 川妹妹 我在外面听到这个噩耗 九云大人怎么能这么狠心抛弃你呢 虽然我们相处时日不多 但其实我是真的喜欢你 到了那边 记得常会来看我 我可真舍不得你 最后一净分离 帮帮你吧 其实有空的话 也不用常会来看看 有点点先 在左公子那儿待着吧 你说 我这几年 还是有一些变化了吧 你看我现在何时还会为了耐女子醉酒 你老兄说来说去呀 还是说得你的心没 不不不 说我即使说你 我莫要以为你 你莫要以为 不对不对 你莫要以为我 不知道你为何求罪 你莫要以为我 你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 嗯 我都聽到 là 你明天 或许多 感谢观看 你怎么来了 我 我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想过来看看你 嗯 川儿 这池塘有什么好看的 二梦我问你啊 嗯 你说这人生为什么这么难啊 人生 干嘛问你啊 我觉得人生有什么难的 我可没忘记 当时我来香取山的缘由 我就想着多赚点钱 让姨娘给我起媳妇 那你的目标倒是很单纯 我跟你说川儿 那也想要 你会忘记当时 你最初想要的是什么呢 会吗 川儿 你来香取山是为了什么 请师父收我法术 祝我找寻灵灯 报王国的血海深仇 拯救骊国黎民百姓 请师父 我不会忘记 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一定不会 小川儿 我回来了 你有没有乖乖的 小川儿 九云大人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小川儿呢 我已经让他远走高飞了 你的咱们远远的 谁让他走的 这不是你说的吗 我 我说的 是啊 我说的 我让他走 跟你有什么关系的 明明是你说的 现在还怪我了 你让他走 让他走 他还真走 走了 走了 但你让他走 我给他走 有点 不 要 我 我 不 过 我 不 你 想不到 你竟是为着万宝歌儿了 小川啊 你可真淘气啊 师父 你就别卖关子了吗 为师不是卖关子 你这么聪明 喜心厌旧厚此薄彼的事情 为师 绝不会做 这是徒儿应该做的 乖徒弟 走 挑理无眩 你来救我了 我们在哪儿 你来救我 你来救我 祖儿去别处看看 这就对喽 父皇 母后 父皇 爷爷舍不尽这天下要吗 灵灯 他是怎么了 生成这样啊 开门 别让任何人进来 关门 哪里 原来是左公子和玄珠姐姐呀 人家后 王 前生 我知道您来吧 是等小川她的答复的 这个小川她 她竟有些不便 左公子 您改日再来吧 放他们进来吧 走吧 秦川姑娘 左某略懂医术 让左某为您把把脉 左公子 我已差人 去为她熬药了 况且山中的医仙 也都已经来过 九云大人 昨日我离开之后 秦川姑娘发生了什么 没发生什么 紫辰 我们还是回去吧 她受伤了 而且伤非常严重 到底是何等奸人所为 是我 小丫鬟喜欢了我的衣服 我杀她的心都有了 打她 还是轻的 断不是你 是我 那又如何 我堂堂香举山大弟子 责打自家小侍女 又没打死 有何不可 我 玄冲 这就是你来救的仙人 傅九云 你昨日口口声声说 要听着是你自己的意愿 你是不是已经动了 要折磨她的念头了 没错 谁让她口是心扉 嘴里说着 会忠于我这个主人 可心里 却总想着要去你们那儿 你怎知她内心所想 猜的 混账 泽公子 你也是全臣家的儿子 难道没见过 主人 惩罚责打奴仆的吗 奴仆 好一个卑微的名字 也对 一个逝使者连师尊都能杀 折磨一个奴仆算什么 玄冲 我们走 这个地方 我一刻都不想待 小白 送客 请吧 二位 你听我一句 我们先把眼睛治好 就下山 再也不去求任何人 玄珠 这香雪山 你还下得去吗 你也别瞒着我了 从今天早上到现在 我听好几个人叫你大人了 你是不是为了给我 只眼睛讨山主的欢心 已经败在他的名下了 是 你这是何必雅 双目失明是我旧如自取 去去一个香雪山 值得你也去求全吗 江源 您过来 你过来 过来啊 你要是这么闲的话 就把我那床 天鹅绒的被子拿过来 你这是要打算帮他养伤啊 怎么了 之前我就想说 现在我可忍不住了 早看出来了 说吧 他可是个危险的奸细 你不能放过他 哦 这样啊 我看秦川去了后山禁地 就回来了 万宝阁可就在这后山禁地里 然后呢 嗯 我什么都想起来了 是他 是她 就是她打破我的脑袋的 真的是她 你个小丫头 明明是人家的帝女 隐姓蛮名来到香雪山 还以为别人都认不出来你啊 我可是全天下最厉害的镜子 九亚 你是不是要把她弄醒 然后言行考问 没错 我就是要把她弄醒 但是现在 还不是动手考问她的时候 我还有个更大的计划 需要留她几日 我自有用处 果然果然 我猜你定有后招 等她醒了 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折磨她 替我报仇 替你报仇 替你报仇 证据到身上 替你鸡疤 也有 还很我 一初 一颊 这法 條 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就记得 我们最后在一个 全是白色的地方 我来告诉你 你昨晚干了什么 你昨晚奉我之命 上山彩果子 一个人在山中迷失了 不幸跌落悬崖 不省人事 懂了吗 你这个丫头 真是毛手毛脚的 行了 你好好养着吧 搭着我去休息了 傅九云 大胆 我明明是去了万宝阁 偷东西 被困受伤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要替我掩藏 你昨晚奉我之命 上山彩果子 一个人在山中走失了 不幸跌入悬崖 我要听实话 你怎么办 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告诉我 告诉我 爸 为什么 因为 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 所谓主仆有别 你不可以叫我的名字 必须要叫我大人 以前对我什么样子 以后对我还是要什么样子 如果 你想像那个海马经一样 被暴尸三日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跑出去 告诉其他人你是谁 你来萧举山是何目的 懂了吗 谢谢你 说什么呢 大方点说 我说我 愿意给九云大人做奴 报答九云大人的救命之恩 迟了 你想巴结 大人我还不想要呢 反正 反正小的是穷得一清二白了 只能给九云大人当牛做马了 把药趁热喝了 想不到这灵灯竟如此厉害 不认为九云师兄 是师父找我来的 谢九云师兄 九云来了 您老人家 今日可好 非常之好 又投着去练功了吧 没关系 不过是一支千年制邪的妖灵 你不会认为 我销售不起吧 我只是想奉劝你 练功 欠我急功尽力 当心魂飞魄散 好 都听你的 换你来 也不是为了此事 这香取山的溢草 这药一木 皆是在我的墨许下种的 此类俗草 你可曾见过 没见过 虽说海马精死了 可现在的香取山 一定还有其他的奸细 这蒲公英上 附着高明的法术 应该是他们 用来传递消息的 你不游戏 白蛾龙王 你这个老华头 我就知道 你还有别的招 白蛾龙王 你这个老华头 他选择了 你娘 你력宫 我心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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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 我心想你 我心想你 傅九云 左公子 这儿呢 左公子一个人来的 为何不见玄珠公主啊 看样子 此番前来 是要与在下决斗啊 左公子 你可知在下的名讳 是 史诗者 你既然知道 我连上仙都敢啥 你区区一个凡间的瞎眼书生 我劝你 还是不要自寻死路了 就是 别自不良力 快回去陪你的玄珠妹子吧 别不是好歹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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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是你笑什么 我觉得那瞎子也比傅九云强 不对啊 你刚才说傅九云最爱的小侍女是你 你觉得她会答应吗 那我怎么知道 没想到啊 这些弟子们平时看起来高高在上的 竟然还有这种性质 还要堆雪人 这雪人倒是堆好了 可看不出是什么模样 他们也不过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自然爱玩 人人都倒着仙山好 人人都倒着仙山好 可待久了 也是会反问的 难怪大人总是换着法子斗小的 调教贴身小侍女 是大人我的分内事 那我还是得谢谢大人你了 大人 你看 这么多雪人里 唯独这个打着伞的最好看 也不知道是谁堆的 你个小杂役倒挺有眼光的 为何 是大人我做的 这果然是大人做的嘛 我就知道 这大人堆雪人的手法 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堆个雪人都能堆出 果色天香的感觉 只是你看啊 这五官 还没有捏出来 是不是没时间捏啊 美人似真似幻 至今尚未让我见过她的真容 她许是还想隐于人情 所幸 就让她做个无脸人 别如这无脸雪人一般 赖在雪地里不走 陪大人我走走 走吧 带你去个地方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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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么样 开啥了吧 皇宫大院的藏宝阁 跟这儿比起来 就如同茅坊一般 我们一起装饰 ENNEARN 大人也是如此地俗不可难 大人跟山主 是什么关系啊 如此重地 都让你随意出路 怎么 不能说啊 他怕我杀了他 毕竟是施者这个名号 可不是白教的 小川 喜欢什么说 我送你便是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 大人又是在开什么玩笑 我以前 出品真 missile 请不吝点赞 订阅院订阅 通跟你有一个流ünd哪 人是一家你的 你 multiples 好香啊 就这个吧 要一小块 龙咸香 对啊 此物一香扑鼻 比小川的桂花又可好用多了 好香啊 大人可太大方了 我还以为你会找一个 治眼睛的东西 对了 那位仁兄 才是真正的豆豆哥吧 青梅竹马 大人到底想说什么 大骊国的帝女 你到底还要瞒我多久 我正等着您问我呢 是 公主大人 你要找的东西 它不在这儿 那它在哪儿 慢慢找呗 反正我是不会戳穿你的 但我提醒你一句 山主已经得知这山中有奸细 可你知道我并不是奸细 我对这些宝物也不感兴趣 可是山主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胆敢打灵灯主意的人 你放心 在找到灵灯之前 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 灵灯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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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应该在左公子 和玄珠大人那里吗 宋你的 这是什么 好香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香的东西 香的话就每天带在身上 这样每天都能很香很香的 川儿 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的礼物 我会每天把它带在身边 这样我的身上就有川儿的味道了 我一直准备了好久 最后却拿到这龙仙香了 原来自始至终都被人戏弄着 川儿 你说什么 谁欺负你了 我去打死他 没有谁 我先走了啊 过来 你干什么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叫你过来就过来 今天什么都不用说 毕竟你我主仆一场 送送你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怕什么 没毒 我怕什么 没毒 我爸妈 你平常被人戏弄着 你不说的 我一定会想到 你太惊喜了 你怎么 친人 我每天都不要 你都能忍 thế 看 Private هنا 你我们想看看 也是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川儿 你醉了吗 没有 大人我好几十岁 走了 一座城一盏灯 虔诚了修丝 冥冥之中梦里公主三千尺 纷纷细雨迟 彼岸花有时 浪迹了谁放过的事 从今往后 你却总会闪闪来迟 飞舞着转瞬即逝 烫花一现 雨几时 流盛开的紫 绚烂了曾经画作诗 几百成年 天文字 多想一生词 人有光阴百发丝 有光阴百成年 久不见了 有光阴百成年 出光阴百成年 也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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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觉 对 你不见了 好好没读 你不见了 你不见了 我要说不见了 你不见了 你不见了 诺 秦川姑娘 这一路劳力辛苦了 您快坐下休息 我给您倒杯茶 不不不 左公子 小的本来就是来服侍您的 还有啊 您别叫我秦川了 九云大人跟其他大人 都叫我小川 叫我小川就行 客随主便 奸细不奸细都懒得管 我就想问问你 弄明白没有 你那小弟女来乡取山找你 他想干什么 他是想要报恩哪 还是想干嘛 他想要灵灯 灵灯 他想要灵灯 你还这么淡定 不是兄弟你弄清楚没有 他要的哪儿是灯啊 是你的命 你还是喝酒吧你 再来啊 秦川姑娘 请喝茶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左公子怎么了 怎么 我没事 我 青春姑娘 我这儿也没什么消遣 不如我弹琴给你听吧 好 好 见过九云大人 九云大人 赵管师 上秦说话 是 前来何事啊 九云大人 这青春姑娘啊 来找过小的 问小的秦川的来历 而且问得特别仔细 小的呢 就瞎说了几句 问过去了 这秦川她 是不是闯什么祸了 这味道 怎么会 小川她 得宠得很 真的呀 那就好 那就好 只是这青春姑娘她 怎么这么奇怪呀 放心吧 有我在 不会让她有事的 那小的就放心了 这秦川呀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不容易 还请九云大人多上心 您要是 有什么需要跑腿的事儿 尽管吩咐我们家二萌 好 奇怪 怎么不臭啊 小川啊 大人送你的东西 也就这般不屑吗 今天天气真好 风也很舒服 是啊 我也好久都没有这么闲事过了 秦川 听说琼花海的景色很美 我看不见 你能讲给我听吗 这么久了 玄珠都没有跟你讲过啊 那小的 小的意思是 公子跟玄珠大人 已经上山许多天了 都没有 自上山以来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是 玄珠大人 是您的爱侣 玄珠 玄珠是我的恩人 她一直陪伴着我 照顾着我 我很感激她 秦川姑娘 跟你聊天感觉十分亲切 不过这件事情 以后不要再提了 你也不想告诉我 这就是我 我你也不想有 你也不想想 不要回去 你不要管我 我现在回来了 我想乱 你ether 我不是想乱 沈世兄 金金师妹 怎么了 最近怎么总躲着我 没有啊 可能是最近事务繁忙吧 小心 前面有个石头 怎么了 公子 前面青青大人跟九云大人在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是九云兄啊 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吧 话说回来 我还得感谢他呢 走 泽公子 好巧啊 这面料可不便宜啊 这面料可不便宜啊 这跟了左公子就是不一样啊 轻眼了不少 桂花油也不擦了 还是感谢九云兄的成人之美 左某那日太过莽壮 如有冒犯 还请九云兄见谅 左公子 左公子 就不用跟九云开玩笑了吗 左某实处惭愧 没什么惭愧 反正我这世女多得很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 也不少吗 你是不是在我这里不开心 你是不是在我这里不开心 我是个疯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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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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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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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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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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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